今天要用的是J5的這個4K 這個是當今畫質來說是相當優異的一台裝備 這個裝備我們通常用在視訊會議 還有就是多機轉播也可以 你電腦有幾個HUB 只要它的IOS分開了就可以用了 雙機作業 雙機作業這個東西尷尬 這是正構圖跟偏構圖的問題 這個是兩年保護的J5 ELP2 數位變焦的產品 這產品擁有了4K的效能之外 在為數不多見的狀態就是它擁有了一個遙控器 遙控器我們在 運用的過程當中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它的便利型 它這個是一個 扭扣電池 然後這裡的一個很好的設計就是 它是Type-C加Type-A 等於進電腦用這個 那如果有一些比較疾敗的電腦沒有這個頭 我沒有講 我講的有一些比較疾敗的電腦它的頭不是A的 那你只要轉下來就變C了 如果你用到疾敗電腦就可以用這個 接下來就是 這支手機 拿過來 我們先確認 單支的使用 它會有一個燈會亮 綠燈會亮 那我們通常這個開一個東西叫CAMELA FIVE開開 找個直播 找個FB直播打開 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它就會亮 它就亮 好 確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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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了 沒有糊爛 教大家一點 因為安卓的系統本身比較多 然後也比較亂 那我們要用它的時候呢 就是多插它幾下 它的USB呢 它就會找到 那找到之後呢 你就少到了 那可以RUN IN RUN OUT的 那如果說零食呢 遇到人家在SHOTA 你又不能出畫面 趕快蓋起來 畫面就黑掉了 拉開來 它就亮了 那你如果用遙控器 也可以做到這樣相關的效果 那各位 最為遙控器 RUN IN 畫質很好 RUN OUT 好 好 再按這個 回覆 好 那RUN IN的時候呢 還可以喬構圖 上 下 要射準一點 不要射得太歪 好 左右 這4K畫質是沒話說啦 這是真的是漂亮 美的不要不要的 那我們也非常高興有這麼美的畫面給我們 J5 4K直播用攝影機 4K影像超高 畫質 F1.6大光圈支援 UPT E360度旋轉 設計想拍什麼角度 就拍什麼角度 喜歡嗎 怪機司 經銷 卡通